我打給他,上面寫鑽石般的大姐 然後呢,我們就偷偷用VIVI的手機打電話給我弟 然後看他上面到底是寫什麼 珍珠般的二姐 然後小妹就 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知道,我也要知道 然後他就把他手機拿出來這樣 摸摸這樣 然後撥 然後我就看那手機就放在那邊,然後開始響 嗯嗯,然後打開之後,我跟我大妹兩顆 我立刻把手機搶過來 小妹,你不要看比較好 硬搶,搶去,不要看 我的帥 然後從去罵人 鬼妹般的三姐 三個女兒一起欺負陸西派 Duh,of course 剛剛昨天婚禮的時候,我們差點忘了接他就走了 然後拍照 他還被,我們家族要合照 他還被請離開 因為沒有人認出 他是我們家的人 我說欸,等一下,等一下 那是我弟,那是我弟 喔,對不起,對不起 沒有,因為我們全部都戴口罩 我弟真的永遠都是一個默默 然後他就會在旁邊默默的說 喔,你們沒關係,沒關係 記得我就好了 有一次呢,我的手機 不知道掉到在家裡,不知道在哪裡 然後我就說 弟弟弟,你手機借我一下 我要找我的手機 欸不對,講反了,講反了 是他手機不借 然後他跟我借 所以我打給他 然後我就找到他的手機 然後就拿起來 他的手機 我打給他 上面寫 鑽石斑的大姐 欸,怎麼沒有掌聲呢 多麼會,多麼會取名字啊 然後我就跑去找我的大妹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說,Vivian 你有沒有看過弟弟存你的名字 是存什麼 這樣 他就說不知道不知道 然後呢,我們就 就偷偷用Vivian的手機 打電話給我弟 然後看 他上面到底是寫什麼 珍珠般的二階 然後小妹就 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知道 我也要知道 然後我們就很興奮 然後小妹呢,其實是一個 就是很淡定,很安靜 然後 總是 總是 比較 默默的 一個人 然後呢 然後他就 把他手機拿出來這樣 默默的這樣 然後撥 然後我就看他手機 就放在那邊,然後開始響 嗯嗯 然後打開之後 我跟我大妹兩顆 立刻把手機搶過來 小妹,你不要看比較好 硬搶,搶去 打開 然後從去罵人 鬼妹般的三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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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有一次 有一次我們全家人為了幫弟弟慶生很努力的就是訂了一家他很喜歡吃的餐廳,而且很難訂 然後好不容易訂到,那大家都各自忙,所以每個人都可能開完會過去啊,下班後過去啊,爸爸就可能錄完影過去,然後大家就從各個地方到現場 但是爸爸就說他要先回家洗個澡,然後再到餐廳來跟我們會合 然後我們想喔OK,那反正就大家各自去,然後爸爸回家接弟弟過來嘛這樣 然後 呃,我們全部人就慢慢慢慢陸陸續續就到餐廳,例如說約六點這樣 然後到餐廳呢,然後我們也點好菜,然後就吃飯嘛 正,一切都很正常 然後,就在快要吃飯的時候 我媽突然問了一句說 弟弟呢 然後,我們全家完全 我爸有回家洗澡 洗好澡,他就出門了 然後我們就打給弟弟,弟弟你在哪? 弟弟說,嗯?我在房間啊 然後我們說,喔 嗯,我們在你喜歡吃的那家餐廳 然後,我們要幫你清晨 可是,我們忘記通知你了,對不起 然後他就自己一個人在家裡耶 然後他說,嗯? 然後我就打計程車過去啊 然後我們就說,嗯? 不用啦,你過來我們也吃得差不多了 你不然那你就自己叫外送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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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